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菌子兰 我们养殖菌子兰都知道菌子兰的叶片宽大肥厚 养得好的菌子兰它的光泽度是非常好的 在养殖的时候没有注意一点细节的话 就算你的菌子兰养得再多叶片养得再好 它的光泽度也没有那么好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养护的时候我们找了一个动作 是哪个动作呢?就是没有定时的给菌子兰擦拭叶面 因为菌子兰的叶片多,叶片大,很容易堆积一些灰尘 特别是放在室外养护的菌子兰呢 它是很容易居满了灰尘 那么这个叶片堆积了灰尘,不仅影响到观赏 而且也会阻塞气孔,使二氧化碳难以无施 影响到光合作用的正常进行 所以我们每隔15天定时的给菌子兰擦拭一片 最好就是用一些啤酒水来给它擦拭 擦拭的时候呢,我们用几斤或者是用纱布把它弄湿之后呢 把水拧干之后就用手这样子挡住这个叶片 然后呢就慢慢的给它擦拭 千万不要用水来喷 如果用水一喷的话 这个灰尘就会顺水流进了这个叶箫里面 很容易造成烂心 所以呢我们给菌子兰擦拭叶片的整个过程呢 都一定要小心一点 我们不仅要定时的给它擦拭叶面 还要给它增加养分 这样的话才能使它的叶片更加有光翠绿 再就继续它的生长期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储存更多的养分 有利于在后期开花更加好 就使用这个兰科专用营养液 因为它肥力比较温和 不会伤根 不会烧苗 也可以使用这个全营养水溶液 使用方法呢 我们就要根据说明书来试试水 给它浇灌即可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